有道派,一下子变得一场机器 但是我听了一下,其实我刚才听下来,因为英文的题目不是很懂的 就是有可能,关键的这个题目是不是讲的 就是历史是由人决定的,还是由环境人决定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差不多 差不多是吧? 那么,其实我听下来,大家讲的都很有道理 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我们都现了一个误区 就是一定要把人和环境完全割裂开 而我的观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可以多点多点,可以严格来看 什么意思呢? 历史是由环境还是人的决定的 首先看,环境和人,它是什么的关系 如果我们讲,历史是由环境来决定的,是可以的 为什么? 环境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人的因素 环境包括了人的因素 我们所说的一个环境,并不是这种客观的物质的环境,而包括了人 那么这个时候,这大程度就不用再去争论了 那就是环境主义的,环境包括了人 那么第二种,就是环境是不包括人的 环境就是环境,不人就是人 那么这里呢,也是有两种关系 第一种关系就是,环境是可以影响人的 我先讲这种环境,环境影响 那么这里又分为客观的标准 环境影响人,或者就是客观的环境影响人 这里也包括了生态环境,和我们的生活环境 如果说我们生活的地球也好,或者我们的城市也好 肯定会影响一个人的生存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有人来做出一些决策 是要改变这个环境,还是不改变这个环境 所以这个时候是环境非常影响的人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生活环境来讲 我们先讲,就是一个人的生活的幸福指数也好 或者说,生存的基本的客观物质标准也好 不一样的话,它也是会影响人的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有人,就是经常思想 我要改变这样的状况,或者说我不改变这样的状况 我就顺从于这样自然的生存环境,也是可以的 那么这是第一种,环境影响人 第二个就是,环境和人不包括的话 就是人是决定的环境的 比方说,我们人决定的环境有分客观和主观 从主观来讲,我们很多的环境 主观上来讲,是由人的主观一边来决定的 比方说我们的,我们也讲的北朝鲜 特殊的社会制度,或者讲政治制度 我们不是学政治的,特殊的政治制度 这个时候所有制约呢,是由人来决定的 甚至是有特定的一个人的制度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特定的人 为什么他可以改,可以来制定这样的制度 他同样也是需要一个人的环境 就是这样一个环境当中的人,他都是这样一个状态 我希望被亚洲的领导 那么这个时候人是决定的因素 我们同时刻画环境来讲呢,就是一样 人是决定刻画环境的,就像我们中国 我们正常讲,我们人的生态环境 中国现在比较差,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决策是,我们要发展经济 而发展经济的过程当中,势必会有这样的阶段 美国也一样的,工业发展的时候 环境不会非常容易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大家不要决定刻画环境和人们的训练 而是要去看,它其实是相互相同的 就是环境是影响人,人是决定的环境的 别方讲去乌美,去印第安这个地方 他去不了,有没有讲到环境 同时,环境是由谁来决定的?是由人来决定的 如果说,他把很多同学的观点都 这个工作做通,大家都同意他去 那么自然而然这个环境就形成了 去的环境就形成了 而现在,我们去的环境没有形成 他要提前一年预定的呀 不是,你现在想去也是可以去呀 我们就开车去呀 你说我不能看吗?我没地方去了呀 这都不是理由啊,可以去呀 大家都爱去,我们就去了 是不是 我们留那两个课,我们不上去呀 可以的,就改变了吗? 那这就是我们套人的意愿 所以我觉得很多问题,这个问题看的时候呢 我觉得有可能旁观者轻易点 我觉得大家有可能太纠结这个环境 这个环境是什么去理解 它可以包括人 但是那个环境,它肯定不会改变历史的 历史是什么?历史是有人的因素才会有历史 否则它不叫历史,这是我的理解 如果自然的这个树木从发压长大,长高,后来是吐烂 这是自然规定的,但这个是不是叫历史 这个不叫历史 肯定是有人的活动 我们称的历史,应该是有人这个因素在里面称之为历史 这是我的理解 代表以后我们今天是为了高级 OK, thank you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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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